東橋Vlog 我們現在人在哪裡 我們現在在代官山的一家 漢堡店叫做SASA S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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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個問號漢堡 對這裡是一天限定10個 然後你不知道是什麼的超神秘漢堡 所以你可能會抽到蘋果漢堡是不是 呃...鼻水漢堡 我來吃我的Cheese Burger囉 我點的是小的看起來好迷你喔 這家的漢堡的肉是黑毛和牛的 這家還蠻多汁的 然後它這個麵包烤的脆脆的 所以我把我吃的這個Macon Cheese Burger 它只有很多汁很分量四處 這部份是日本的漢堡版的一件啊 這東西是冰淇淋漢堡 大挑戰囉 它這個冰淇淋是核桃口味的 然後它那個漢堡皮一樣是烤得脆脆的 覺得蠻有...有一種意外的 搭配的口感 這家店其實地理位置非常的方便 它就在什麼地方 就在代官山站的旁邊 而且你看喔 這裡一出來 登登 各種廣告伶俐耶 這是百家爭鳴吧 代官山還是時尚之族的 買超好看這份最時尚的人嗎 能不能找到就是 時尚帥哥 啊 すいません コメンチーワー すいません 我是台灣人 喔台灣人喔 太好了 我日文講不太好了 前面先生你今天穿著的point是什麼呢 今天打扮的重點的話 就是 因為最近日本的東京溫差很大 所以要穿一個比較厚的外套 然後晚上的話就比較不會 而且這種米色系的其實是蠻百搭的 然後穿一個襯衫 就有點上班的正式感 那代官山的車站旁邊其實就蠻多 很不錯的餐廳 那我們現在要慢慢慢慢走到什麼地方 我們現在要走去惠比壽嗎 對對惠比壽 你在指什麼 沒有後面這邊一出來啊 這一站一出來就有一家超大的lush 冷靜影片由從來不贊助我們的 春水堂贊助播出 在前往T賽的路上啊 路邊都有很多不一樣的名牌 像那邊有Paul Smith 我這邊就有一個Paul Smith產品 哎唷 誒 我的包包又沒關 嚇死我了 登登 這是他們還蠻經典的 就是那個Mini Cooper的皮夾 什麼時候可以拉到他們的贊助了 加油努力一點吧 我們到T賽的家電在賣什麼啊 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主要是舞蹈教室 所以說才會看起來寬敞 然後裡面的話 其實應該是配備有一些鏡子 可以依供你跳舞的時候看一下 好像完全沒有耶 對因為他應該只是暫時休業了 換相機來買萊卡 GO 蠻不輕的 謝謝 嘿 耶 逛完T賽的啊 我們總共花幾分鐘 用VLOG速度 所以大概是一分鐘吧 我們現在走去惠比壽的路上 惠比壽對人來說有什麼感覺呢 惠比壽就是一個非常的時尚 然後有很多很漂亮的 上班女性的一個地方 嘿嘿 耶 我們現在到哪邊啊 ABC Garden Place 哦 記得 相機要拿回來 電梯上樓有點小樓 這邊可以看到非常美的 這是惠比秀的椅子 現在電梯直達三十八樓 Top of ABC Sky Lounge 本地裡大猜謎 請問一下前方那個紅色柱子是什麼東西 東西寫的啊 一百三十分 知不覺已經 東西很熟了 享受完美麗的夜景 夜改式回家了 我們沒在動 但是我們卻在動 這是什麼東西 電梯 一 那我們到惠比壽車站了 就覆蓋Ending Car 結束這回合 好 那我出一張魔法塔 我是包波 我是偉恩 大家下午再見 出發